昨天還有人到我們在新南鄉 還唱說我是什麼走狗 我怎麼會是院長的走狗 不可能 他說我扮成走狗 我明天就辭職了 如果我是被人看成走狗 我不可能接受 我在這十幾天 從就是開始 賴院長邀請我來當部長到今天 總統院長從來沒有跟我談過台達的事情 總統有透過政委來要我做兩件事 一件事是怎麼樣教學生建立結言能源的觀念 第二個他希望我們是不是能夠改善一下 我們現在當學生校外教學的這個方法可以再擴大 那除此之外總統沒講 那賴院長跟我談的都是 我們私校退場怎麼辦 我們南向政策現在推動怎麼樣 上一次正好就是跟這個資訊電子產業的這個座談裡頭 院長第一個就點名我 你怎麼解決這些人才問題 請大家確定要相信我們 在這個事件裡頭完全沒有政治介入 教學部絕對沒有敢於大學支持大學支持 還是要尊重大學的整個支持的精神 所以我們才會說國會影響文文會 大學校長是明顯不是選主 明顯大家就要經過神聖的資格審查等等 考慮找出最適合的 其實很清楚大學校長 除了大學校裡面 大學裡頭 只有校長是歸教育部聘 其他都是校內自己聘 所以大學校長是教育部 當然我們不是要管 而是說教育部在任用的過程裡頭 可以檢視這個人適不適合 適不適合適不適合的正當性 來帶領這樣一個大學 那既然他要重新檢視這個 他要把所有的case都拿回來 就是說林雄要符合這樣公正的一個做法 那如果不起人以前 那就看大學有什麼規範 如果他們不起人以前 對不對 大學會議題是 林雄文會失誤再解散 我現在不太了解大學法的價格之下 如果林雄文會現在不重新林雄 那到底什麼回事 是林雄文會解散嗎 我不要 我現在不能亂講 因為這個法還沒有完全 要去了解這個習近平 假設在這種狀況 其實要有什麼後續處理 我現在不太了解 那下個字 有什麼時候 可以解散嗎 給我解散 我現在不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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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現在不太了解 我現在不太了解